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呢 我们相信很多的听众啊 大概跟我们一样 关心到的都是最近的这个新冠病毒 那个变异株 Omicron的情况 因为最近除了欧洲之外 其实在美国纽约和洛杉矶呢 也有这个病情逐渐增加 确诊病例逐渐增加的这个情况 在全美国也基本上都是这样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稍微的聊一下 这方面的情况 也就是说什么情况之下 你测试了以后出现了症状 或者是测试之后发现是阳性反应 那应该怎么样去隔离 大概隔离多长时间才可以出来 然后这个就是比较近距离接触的这些人 那你注射过疫苗 跟没有注射过疫苗的情况又是怎么样 应该怎么样去隔离 什么情况你可以去看医生去 那么旅行当中应该注意哪些事项等等 我们把收集到的资料呢 跟大家一起讲一下 因为圣诞节和新年马上就要到了 这又是这个不管是坐汽车也好 坐火车也好 尤其是坐飞机也好 大家都是要去这个回到家里头和家人一起过年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我们是要接触的人多了 但是这个防护呢要格外的当心 这样的话既可以保护自己同时也防止传染给别人 我们很难想象到了2021年的年底 我们再讲一个两年前讲的话题 每当我们讲说如果你感染了以后要隔离多少天呢 这种情况的时候让我们觉得好像在重复两年以前讲的话 这个事情真的是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无奈 但是因为现在和两年前有一个本质的不一样 所以我们依然是充满了信心 这个就是药物的出现 一个是疫苗 一个是Paxlovid 研发的就是Pfizer研发的这个药物 所以呢 尽管我们现在很多人还念不清楚这个字怎么念 Omicron Omicron 但是呢 它已经开始有一个叫席卷之势 首先我们发现纽约再一次变成了重灾学 而且感染的人数 他敢打破以前的记录 但是他的传染率尽管非常的高 传染的速度尽管非常的快 但是他的杀伤力我们也知道 比不了之前的一些 不管是原始的那个还是后来的Delta 所以呢 该讲就是得讲 而且现在全国处在这样一个危机的状态 明天早晨 拜登要对全美国人民发表一个讲话 就是关于这个疫情和这个变异的情况的 如果这个时间正好是在今日话题的时间 我们就现场给大家播他的讲话的内容 否则我们的新闻呢 或者是我们的节目也会把拜登讲话的内容告诉大家 因为这个讲话呢 基本上有一点定调的意思 也就是现在很多的公司 很多的企业 他们在等待着政府的一个特别明确的规定 就是要不要对员工有一些疫苗或者检测方面的要求 我们指的是全部的公司 不是政府啊 不是什么大公司啊 是全部的公司 因为纽约的州长已经下了这样的一个命令 所以这个是在疫情 我们说它回光返照也好 就是最后的时候 冲刺的时候 我们人类跟它决一死战 那这个时候的一个做法 所以呢 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讲一讲 纽约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洛杉矶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为什么连续的打破记录 它的这种来势汹汹啊 和它的这个爆发力 在几个星期以后又会是怎么样 什么样的活动大大小小 稀嘻哗哗的现在在取消 以及一些雇主呢 他们现有的一些困惑该怎么办 刚才说到这个字的发音 我早晨听广播的时候还觉得可笑 今天早晨呢 美国的就政府的最高级的医疗顾问 Dr. Fauci吧 对不对 福奇博士 他在接受美国公共广播电台的访问 NPR 你就听那个特别可笑 这个主持人呢 说一个再一个的说 Omicron 但是你就听福奇博士说 Omicron 你知道吧 所以到底是欧巴马还是奥巴马 这个事情 特别的有意思 当然 如果真的就较真的话呢 当然是欧巴马 是吧 他更像欧 不像奥 要是英文那是欧巴马 不是奥巴马 对不对 但是呢 这个病毒呢 基本上比较 官方的说法还是奥 不是欧 不是Omicron 而是Omicron 当然无所谓 因为我刚才说了 广播电台 美国的主流的主持人都念欧 我们念欧也无所谓 但是呢 这个只是一个小插曲 我们看看纽约 在过去的三天 打破了什么样的记录 对 纽约州在过去三天 这个病情比较多 这个确诊的病例呢 大概是已经到了六万例了 然后在礼拜六的时候吧 礼拜天就是昨天 昨天的时候公布出来的 但是他统计到的是礼拜六的 礼拜六呢 那一天比礼拜四 比礼拜五 都就比礼拜四 比礼拜五都增加了一倍以上 所以他基本上过去的 他说是礼拜天公布的 这个统计数字呢 说过去的三天 就是礼拜四 礼拜五 礼拜六 这三天是每一天 比前一天增加一倍 所以呢 这个情况就比较特殊一点了 就是礼拜六的那天 是两万多例是吗 对 整个一个周是两万两千四百七十八例 那是一天 是啊 乘以三不就六万吗 对 对吧 对 他前他礼拜五没有那么多 礼拜五可能是只有一万多例 两万例不到 但是他到礼拜六一下增加了差不多相近一倍 然后你可以想象 这过去的三天对他们来说 这就是六万六万例 这是纽约州 纽约市的情况也不容乐观 纽约市我听昨天那个白四豪 他现在还是市长 明年三分才下任 卸任 他是说在纽约 好像是五千七百多例 对五千七百三十一 就是礼拜天 对 就是礼拜天的时候是新的 五千七百三十一例 当然五千七百三十一例不都是Omicron 都不是不一定全是他 但是这个迹象就显示说 呦一下突然就增加了 原因就是说在这个两个星期以前 每天新增加的病例在纽约市不到一千例 现在一下变成五千多例了 这一下子增加了好多倍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昨天白四豪出来是说 他们正在考虑 每年到十二月三十一号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传统了 多少年的传统 在时代广场 有一个那个大苹果 从那高塔上下来 然后百万民众聚集在时代广场 要倒数计时 然后今年呢 原来他们是安排好了警力 安排了各种各样的这个庆祝活动的 就说去年咱一年没做这个事了 今年咱们总算是开放了 庆祝一下 看看能不能在2021年年底的时候 把这些过去这一两年的这个 恨不得是悔气全部给他扫掉 一扫而空 大家庆祝一下轻松一下 就没有想到这个活动有可能取消 这个礼拜宣布 对 就是这个礼拜 我估计就是两天 他说大概礼拜二之前就可能会宣布 因为一宣布马上就要到了 他现在主要是跟这个一般的 那个叫什么赞助厂商什么的来进行沟通 我看今天早晨洛杉矶已经宣布了 说我们洛杉矶市中心 原来也有一个 这个就是12月31号跨年的一个庆祝活动的 已经宣布取消了 我们在纽约电台是我们的连锁的 我们的总部在纽约 所以我们跟纽约的保持密切的联系 也是周末的时候呢 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报道 我们也听到了 我们纽约的同事告诉我们 这种著名的Radio City Music Hall 这个里面每一年圣诞节 都有一个大腿舞 你看过吧 看过 对 到纽约的人 如果你正好赶这个季节 那是无论如何得看的 一定要看 恨不得就是一辈子难得的 这个机会 那个跳舞跳的只整齐 你知道吗 只好看 没错 这个时候有一个人上来宣布取消 为什么 是大腿舞的剧组 不知道是幕后的 还是目前的表演人当中 有一个人得到了他的检验报告 是阳性 请注意下面的观众都坐在那了 不光是这一场 大家马上回家 别看了 而且正式的宣布 今年的大腿舞表演就没有了 接下来的 不管多少场了 他那个密集的 就一天都五六场 因为他有演员多 换着来 对不对 也就没有了 而且纽约的市长白思豪 他有一个所谓的 我这开玩笑说 叫最后的晚宴 是吧 就是人们他离任以前 对不对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传统 就是招待一下 他们市的记者 主要是给记者请大家吃个饭 一年挺辛苦的 一直在报道 而且说实话 市政府和媒体之间相互依存 对不对 我有点什么事 你们帮着发一发什么之类的 结果他把这个饭也取消了 然后新任的市长叫做Eric Adams 这不是一个黑人吗 对不对 他也说了 他说民众啊 他说我知道 你们累了 你们疲乏了 这又来了 对不对 好像现在甚至有一个说法 说纽约可能要再度封城 一个礼拜什么之类的 Eric Adams说 告诉大家 我跟你们一样 我也累了 对不对 我也很疲乏 就是这么折腾 但是呢 现在没有办法 就是我们要就是万众一心 就是在最后这临门一脚的时候呢 要战胜这个病毒 所以我们接下来要讲讲洛杉矶的情况 然后就是给大家传递一个正确的信息 就是CDC 美国的疾病防治中心 他怎么建议我们 如果你突然之间得到了一个检验报告 你是一个阳性 接下来有11件事情你要做 哪11件事情 我们等会再说 欢迎去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 这段时间给大家讲的是这个新的变异病株 Omicron 它的这个在美国蔓延的情况 纽约和我们洛杉矶都有这样的情况 而且在全美国好像已经有40几个43个州 都已经出现了这个Omicron的这个就是病毒感染了 现在呢 它是说在测试的过程当中 新增加的病人 你只能知道是感染了新冠病毒 它并不马上告诉你说是Delta呢 还是Omicron呢 还是原来最早的这个 就是还没有变异的这个最原始的那个病毒 现在都不太清楚 但是美国后来是以Delta为主 主要是百分之九十几都是Delta这个病毒株 那么现在有专家是说经过这个圣诞节和新年的这个广泛的接触 近距离接触 家人在一起团聚 然后旅行等等呢 可能这个Omicron大概会很迅速的蔓延开来 因为它的传染性要比那个Delta和比原来的最早的那个病毒要快得多 它好像是70倍 对听香港的专家做的一项研究是说它的传播力好像对强70倍 那你可以想象出来这个传播的速度有多快 而且现在发现是有很多被传染的叫做突破性传染 也就是说有很多人是打过疫苗的人 甚至有的人还打过加强针 但是还是被传染到了 可是呢有一个好处就是这些人被传染之后呢 他的症状要么就是没有症状 要么就是比较轻的症状 所以呢这个就是 你是说打过疫苗 打过疫苗的这些 尤其是打过加强针的这些人 基本上没有出现重症的这个情况 大部分都是轻状或者是没有病状的 在洛杉矶昨天公布出来 洛杉矶县增加了差不多3360个新的病例 这个呢比里边四的2275呢 增加了48%左右 其实也是相当快的 因为就是24小时 是差出一千多 对对对对 而且呢这个已经到了今年的8月15号 就是夏季爆发 最高峰离那个已经非常接近了 那个时候只有3550几例嘛 那也就差个100多例嘛 就差100多例不到200例 马上就会追上那个时候的高峰期了 所以呢这个是值得警惕的一件事情 但是卫生官员居然在宣布这个消息的同时 还说至少有一点让人感到放心的一个消息 就是说住院的病人只增加了两例 也就是说大部分都是轻症状 还不到住院的情况 住院的人增加了两例 是新冠病庭住院啊 这个在重症病房里边的 因为新冠疫情进入到这个病房里边的人呢 没有增加 所以呢 这个是唯一的 就是说啊 得了这个Omicron 或者得了现在的新冠病毒的话 大部分是没有症状 或者是轻症状的 同时呢我们也知道 现在是年底嘛 各种的活动啊 演出啊 体育比赛啊 什么之类的 我们也是看到了一些新的报道 我们现在说的是洛杉矶了 就稀了哗拉的取消了 很多 像我们的著名的球队 UCLA的 他那个叫熊队吧 还叫什么熊啊 Bluens 这是什么熊啊 这个熊队 还有什么 我们洛杉矶的那个Rams 这支球叫公羊队 这是什么球啊 这是橄榄球啊 美式足球 我知道啊 这个都取消了 他的比赛 这个是蛮大的事情啊 所以今天我们讲这个话题呢 无非就是要提醒大家 在这个时候 在冬天的时候 一定要提高警惕了 因为这一个病毒的传播呢 它是叫做来势汹汹 后势 或者叫做后进乏力 这是至少目前我们得到的信息 就是说它来得很凶 但是它持续呢 可能不会太久 大概几个礼拜 一个多月 什么之类的 这个是福西博士啊 还有CDC 目前给出来的分析 同时呢 我们也知道FDA 就是联邦食品药物管理局呢 他们正在加速的推进 就是对Pax Lobet 这不是一个新药吗 对这个的批准 因为纽约的市民呢 包括他的政府人员 也已经向联邦政府呼吁 赶紧的快点批准这个东西 同时呢 我们也密切的留意 我们的医院的情况 因为也是今天早上 我看到的报道是说 因为这一个变异病毒呢 它的穿透力 造成了这样的一个影响 它倒不是说一个普通人 你比如说你打了疫苗 你依然被感染 而是很多的医护人员 因为他们都打了疫苗了 他被这个Omicron给穿了 这个穿透了以后呢 麻烦了 他得隔离了 那他不去 他怎么救死扶伤啊 对 所以这个麻烦啊 现在非常的大 这个等于是现在 全美国都面临的这一个问题 那么于是呢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当然过去 一直在呼吁大家打疫苗 我们接下来呢 可能要回答一系列的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 尽管我们没有人希望被感染 但是真的有一天 你觉得有点不舒服 然后你去检测了 或者你的家人 有点不舒服 检测 啪的一看 是一个阳性 怎么办 你知道吗 这下来一系列的问题 顺便也告诉大家 今天早晨的新闻 其实整个的周末 都在关注这个东西 就是纽约的检测 纽约的检测 我们的纽约的同事 发给我的图片 发给我的就是报道的链接等等 三四个小时的排队 检测 为什么呢 因为当这个Omicron 他袭击过来的时候呢 人紧张了 稍微鼻子有点不通 不行 你知道吗 检测一下 他马上就去检测去了 他怕自己被感染 还有一些人 其实可能没有什么症状 就是比如说晚上睡觉没睡好 早上起来觉得有点冷啊 什么之类的 他也去检测去了 那么混在这个人当中的人 有的是真的阳性 有的是阴性 这个排大队 以至于纽约政府做了一个紧急的措施 什么大帐篷啊 什么检测车啊 什么的 要在里面白二之前 就是明天之前呢 要把检测的 我说的只是纽约市啊 检测的地点增加到90个 是吧 这个也是一个情况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回答大家这些问题 就是如果你发现你是阳性以后 我们看到的是11个问题和11个答案 对吧 那我们就一一的呢 给大家来回答 这里特别强调的就是说呢 一定要相信政府给的指南和指引 相信医学专家们告诉我们的和给我们的建议 这很多的时候 我们可能自己对这个事情有一个理解 但是没有办法啊 你的这个理解呢 实在是在没有科学基础的上面 实在是没有什么办法能够战胜这个疫情 那么稍等会我们就来看一看 这11个问答 这11个问答 也可能在过程中我们可能会发现 可能偶尔就有写 旁易写出了一个什么问题 对不对 那反正就11、2个问题呢 我们一一的跟大家回答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